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如老师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新概念第二册第十一课的内容 叫做 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 就指的是这个礼上往来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是怎么跟礼上往来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这节课吧 还有就是在这个课程的后面呢 小如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的一随缘的一个小故事 然后呢 她的这个Underlying Moral 她告诉我们的这个道理呢 其实就是今天的标题 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 然后这个故事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大家先来猜一下 我们学习完课文之后呢 再进入这个小故事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课的单词 那么第一个呢 是一个saying 算是一个格言警句了 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 也是我们这个十一课的标题 叫做以德报德 或者说善有善报这样的意思啊 在这里的这个turn呢 可以理解为这个行为或举止 就是一个好的行为呢 可以带来好的这个回馈的意思 好的 那下一个是这个Deserve 表示应得到什么东西 值得什么什么东西 比如说You Deserve It 你应该得到这个 下一个呢是这个Lawyer 表示律师Lawyer 还有Bank呢 是这个银行 下一个呢是这个Salary 表示工资 其实表示工资的这个表达方式 在英文里面经常混淆的有两个 一个是Salary 一个是Wage 我们来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那么大家呢 可以在这个表格里面看到 Wage跟Salary的区别 那Wage的话呢 是按这个小时来支付的 所以是An Hourly Payment 那比如说一个小时赚15美元的话呢 你工作30个小时呢 就是450美元了 但Salary的话呢 一般情况下是这个Annually 或Monthly Paid 就是按年份来支付 或者是按这个 也月份来支付 或者季度来支付的 而且有的时候Salary呢 一般指的是 有一个套餐这种概念 Packages的概念 就是你有一个基本工资 A Base Salary 然后在上面呢 有Paid Vacations 就是有薪休假这种的 还有Bonuses 就是这个奖金 还有Retirement 就是你有退休金之类的 对吧 像这一类的呢 就是Salary 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 以前Wage 一般指的都是这个Manual Labor Jobs 就是这种体力活的 这种工作一般拿到的这个薪水 叫做Wage 所以我们是把这一类的工作呢 也称之为Wage Jobs 那这个Salary的话呢 一般是属于Professional Jobs 就是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 然后呢 而且是属于这个长期工作 比较稳定的这种工作方式 称之为Salary Positions 那我们可以看这个例句啊 The workman collected their wages at the end of the week 就是说他们在每周末的时候呢 这个领这个工资的意思 然后呢 再看一下另一个Salary的例句啊 He's a bank manager and gets a good salary 就是他是一个银行经理 然后呢 薪水不错的意思 所以看过这个表之后 大家应该对Wage跟Salary的区别呢 有一定的了解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单词 就是immediately 表示立刻 是一个副词啊 immediately 就相当于什么呢 at once 马上的意思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把单词呢 读一下 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 Deserve Deserve Lawyer Lawyer Bank Bank Salary Salary Wage Wage Immediately Immediately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课文 看一下这个课文讲的是什么 Who paid for Tony's dinner 谁给这个Tony支付的这个饭钱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I was having dinner at a restaurant when Tony Steele came in 所以说这个Tony Steele呢 进来的时候呢 我正在一家餐馆吃饭 所以呢 吃饭的这个动作呢 在他进来的时候 是在进行中的 对吧 然后呢 Tony worked in a lawyer's office years ago Tony呢 曾在一家 律师事务所 Lawyer's office 工作 But he's now working at a bank 但是他现在在一家银行上班 He gets a good salary 就是他薪水不错 But he always borrows money from his friends and never pays it back 他呢 总是向朋友借钱 但是从来不还 never 绝对从来不还 Pays it back And Tony saw me and came and sat at the same table 就是说Tony看见了我 然后走过来 跟我做到一个桌子钱 然后呢 He has never borrowed money from me 就是他从来没跟我借过钱 While he was eating I asked him to lend me 20 pounds 他吃饭的时候呢 我就跟他说 给我借20英镑 To my surprise 就是说令我惊奇的是 He gave me the money immediately 他立刻把钱给了我 然后呢 I have never borrowed any money from you 就是我还从来没有向你借过钱 Tony said So now you can pay for my dinner 就是说 所以现在你可以替我付饭钱了 所以刚给别人借完钱 就让别人给自己支付这个饭钱 是吧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这节课的标题 叫做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 以上往来 是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呢 画线的几个部分 像salary呢 刚才已经讲过了 其实就是跟Vitch有一些区别的 对吧 还有这个borrow money from somebody 是借的意思 是从别人借 我们说borrow money from somebody 对吧 那如果呢 是给别人借的话呢 我们就用另一个借给别人 什么 就是land something to somebody 所以borrow跟land的两个呢 一定要弄清楚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to my surprise 就是令我惊奇的是一个固定搭配 把它记下来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呢 可以看到屏幕倒数第四行 有一行字有画线的部分 I asked him to lend me 20 pounds 就是我要求他给我借20英镑 那像这种在ask这个动词 后面加名字或者代词 在后面再加一个动词 不定时来构成 编语补足语的这种结构呢 可以在类似的一些动词上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子 那么像除了这个ask 表示这个要求之外呢 还有像want 可以用这种结构 want就是想要某人做某事 比如说she wants us to explain it 他想要我们做出解释 还有像这个wish 希望怎么样 my mother wished me to collect the laundry 就是妈妈希望我可以把这个 洗好的衣服收一下 collect the laundry ok 然后像prefer 是更希望怎么样 we preferred her to stay at home 就是我们更希望他待在家里 还有这个advise 是建议某人做某事 I advised him to study abroad 我建议他呢 可以出国留学 还有呢这个help 帮助某人做某事 Frank helped Tom to dig the hole Frank呢 帮助Tom来发这个洞 然后呢 像这个teach 是这个教学 或者教的意思 she taught her son to read 他教他的儿子 这个读书是吧 还有这个order 就是命令的意思 比如说the officer ordered the man to fire at the enemy 就是这个军官呢 要求他的这个下面的人呢 向这个敌人开火 是吧 还有这个allow呢 表示这个允许 比如说they did not allow us to enter the museum before nine o'clock 那么在九点之前呢 他们不允许我们进入 这个博物馆的意思 那么在以后呢 如果同学们碰到这一类的动词呢 希望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这样的话呢 可以把这一类的结构 用到你们的这个写作呀 还有口语里面 那么11课的这个重点剧情 为个介绍呢 就先到这里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第11课的这个文章 然后呢 大家在看这个文章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 这里面出现的一些剧情 还有一些这个语法 像这个时态 因为呢 第11课其实是 从这个第二课到第10课的这个关键剧情的复习 所以呢我们来给大家读一下这个课文 who paid for Tony's dinner he gave me the money immediately I have never borrowed any money from you Tony said so now you can pay for my dinner 那大家呢 其实可以看到 第11课里面 其实出现了很多的时态 有这个一般过去时 还有过去进行时 现在完成时 一般现在时 还有现在进行时呢 都有 所以呢 我们正好呢 给大家两个这个练习 来看看大家对这个时态的掌握程度怎么样 那么大家其实可以把这个屏幕停一下 然后你们做完题之后呢 再听老师的解说 然后看看自己答的对不对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题啊 he usually 就是通常怎么样 对吧 所以用一个一般现在时就可以了 he usually gets up at 7 o'clock 他一般7点钟起床 but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 对吧 所以今天早上 现在讲的时候过去了 对吧 but this morning he got up at 6 o'clock 但今天早上呢 他是6点钟起床的 所以前面的呢 讲的是habitual 就是指的这个习惯性的动作 那后面这个讲的是 这个过去的时间 对吧 那第二题来看一下 so far到目前为止 这个一般so far呢 用到这个现在完成时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说 so far we haven't had a reply 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 得到任何这个回信 对吧 so far we haven't had a reply 然后第三题 然后第三题 就是在黑板上 这个写字的时候呢 孩子们呢 说话 对吧 所以while 当什么什么进行的时候 while he was writing on the blackboard the children were talking 或者the children talked 都可以啊 第四题 I can't come now 我现在不能来 为啥呢 at the moment 现在怎么样呢 我在这个写信 或者说打字的意思 是吧 所以呢 I can't come now at the moment I'm typing a letter 我们有一个现在进行时 I am typing a letter 好的 然后呢 第五题 as the royal visitors 从这个 or royal visitors 指的是这个皇家成员 从他们面前过去的时候呢 这个人们呢 欢呼起来 是吧 所以as the royal visitors were passing the people cheered 整体呢 是一个过去时 是吧 或者呢 passing were passing 要么你直接说 这个穿过去的时候呢 我们用这个 整体都用过 一般过去时也可以 as the royal visitor passed the people cheered 也是可以的 那么练习的部分呢 就先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练习啊 大家呢 可以看到屏幕上出现的 这个建筑物呢 其实就是这个Tashmahal 就是这个印度的太极林 那么这是关于Tashmahal的一个 小的文章 大家呢 可以填一下 然后呢 在对这个Tashmahal 有一个了解 太极林 OK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呢 可以先把这个屏幕停住 做完之后呢 再听老师的解说呢 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啊 第一句说的呢 其实就是这个太极林呢 是在17世纪的时候 被建造的 为了谁呢 这个杀甲 韩国王 所以呢 我们用一个被动 与太 加上这个一般过去时 就可以了 The Taj Mahal was built in the 17th century for the emperor Sharjahan 然后第二句 A few years after he 这个成为主宰者之后呢 他的妻子 Montas Mahal呢 就去世了 所以呢 在几年后 怎么怎么样 其实有两个动作呢 我们可以把前面的动作 他成为这个 这个主宰者 是在他妻子 死去之前 所以我们可以 前面的这个句子 可以用这个过去 完成时 所以我们可以说 A few years after he had become ruler his wife Montas Mahal died 或者呢 两个都 就不用太强调 他这个顺序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用 一般过去时也可以 所以说 A few years after he became ruler his wife Montas Mahal died 也是可以的 然后再看第三句 The Taj Mahal 是为了纪念 In one's honor 这个表达要记下来 In her honor 就是为了纪念 他的这个妻子来建造的 所以被建造 我们用一个被动 太过去就可以了 所以The Taj Mahal was built in her honor 好的 然后再看下一句 这个专家呢 从这个世界的 各个地方被叫过来 来建造这个 上面的这个拱顶 然后呢 在这个装饰这个墙 是吧 所以呢 Experts 专家被叫来 对吧 所以Experts were called in from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o construct the domes to construct the domes and to decorate the walls OK 然后呢 这个Taj Mahal呢 是在1632年的时候 开始这个工程 然后在1654年的时候 这个完成的 所以呢 这个Taj Mahal 是被 开始被建造 然后呢 然后呢 完成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用 这个被动以太 The Taj Mahal which was begun in 1632 and was completed in 1654 那么我们呢 把这个 which引导的 这个定语从句 也就是修饰这个 Taj Mahal的定语从句 拿掉呢 就出现它的 这个主句了 The Taj Mahal cost a fortune 就是花了句子 对吧 所以cost a fortune 直接用cost的 这个过去式就可以了 是一个 不规则动词 cost a fortune OK 来看一下最后一句话 Up to the present day 到现今呢 然后有很多人呢 来这个 观看这个 Taj Mahal 太机灵 所以呢 It代表是太机灵 所以被观看 对吧 It has been visited by millions of people 是因为从过去 一直到现在 都在持续 我们用这个 现在完成时 就可以了 而且用被动 It has been visited by millions of people 就可以了 那么从这个第二课 到第十课的 这个关键句型的 这个复习的部分呢 就先到这里 这样的话呢 我们回到这个 第十一课 来看一下 十一课的课后练习题 那第一个呢 Tony sat at the same table as the writer 然后怎么样了呢 就是Tony 这个writer呢 borrowed some money from Tony 对吧 所以呢 这个Tony呢 就给这个writer 借了一些钱 所以我们可以说 Tony lent some money to him 我们选择 B选项啊 然后再看第二道题 Tony wants the writer to pay for his dinner because 这个Tony呢 希望这个作者呢 为他支付这个饭钱的 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 其实根据这个原文 原文上面说了 这个 Tony呢 从来没有 从这个 作者借过钱 对吧 他说了 I have never borrowed any money from you so now you can pay for my dinner 所以这个呢 就是这个选项了 我们选择币 The writer hasn't ever lent him any money before 这个逻辑也真是 比较难理解 这个Tony的逻辑 真是 这个就不多说了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三题 Tony still Into the restaurant When the writer was having dinner Tony still 干嘛的呢 就是 Tony still 进到这个 餐厅里面 当这个作者 在吃饭的时候 所以Tony still went into the restaurant 我们直接选 一个一般过去试 就可以了 然后第四题 Tony is working at a bank 现在是吧 之前是在哪里工作呢 Many years ago Tony worked in a lawyer's office 在一个律师事务所 现在呢 是在一家银行工作 所以我们选择 at the moment 现在对吧 at the moment 然后第五题 He has never borrowed any money from the writer 就是说 直到现在为止 对吧 所以up till now 就可以了 第六题呢 是 Did he ask for 20 pounds 就是 多少钱嘛 多少钱我们用 how much 对吧 C选项 How much did he ask for 20 pounds 然后第七题 I have never borrowed any money from you 我从来没有向你借过钱 所以呢 我想让你给我借点钱 I want you to lend me some money 就是wan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个并于不足语的结构 今天课文里面讲到了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词汇部分 第八题 He gets a good salary 就是他薪水不错 所以his salary is very good 就可以了 选A Wow的话呢 一般就是这个动词 是吧 还有fine的话呢 一般指的是美好 beautiful 是美丽的 所以我们选择一选项 那再看一下第九题 Tony usually gets his salary at the end of the 那Tony什么时候领工资呢 一般这种 在银行上班的 这种工薪阶层的话呢 一般是在月末 是吧 所以我们选择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还有第十题 Tony must pay the money back he must 就是返还 对吧 pay back 我们选择 repay 偿心 还心的意思 repay it ok 然后呢 第十一题 There aren't enough chairs here for us all please bring 就是说椅子不够 再拿一个 对吧 please bring another one 就可以了 那这个额外的话呢 another就是三个 或三个以上 对吧 other的话一般指的是 这个其他的 一般把东西都分成两部分的时候用 然后这个extra的话 就是额外的意思 其实也可以 但是这块要加一个罐词 please bring an extra one 也可以用 但是必须要加一个罐词 所以我们选择 必选项 第十二 He gave him the money immediately He gave him the money 立刻马上 对吧 我们在讲单词的时候 讲过这个 所以我们选择at once 就可以了 那像in a hurry的话 就是很着急 很快 in a hurry 比如说I'm in a hurry 就是我很忙的意思 once more是在一起 so soon是很快 比如说soon you've learned English 很快你就会学会英文 所以我们选择第一选项 好的 那么第十一课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这个 刚才讲到的这个 Esser's Fable的部分 就是一所一人的一个小故事 它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呢 就是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 就是这个善有善报 其实也可以说什么 do a favor receive a favor 你做一件好事后 其实一定会有好报 这样的意思 好 所以do a favor favor是帮助你 receive a favor 收到 就是会 别人也会帮助你 这样的意思了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 叫做 The end and the dove the end mine 对吧 还有这个小鸽子的故事 The end and the dove 那么接下来呢 听小鹿来讲 下这个故事吧 An end went to the bank of a river to plant a thirst and was carried away by the rush of the stream as to struggle nearly drowning the dove sitting on the tree overhang the water plugged the leaf and let it fall into the stream close to the end the end climbed onto the leaf and floated in safety to the bank soon after a bird catcher came and stood under the tree and laid a trap for the dove which sat in the branches the end noticed him stunned the man in the foot the man howled in pain scaring the dove into flying away from the trap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 以得报德的故事了 对不对 所以 do a favor receive a favor 嗯 做一件好事呢 以后一定会有好报 这样的意思 故事对应呢 其实都有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其实有属于 大家对整个故事的记忆 那么最后希望大家呢 把这个故事记下来 然后试试看 对于这个身边的朋友 讲讲看 嗯 或者的你把自己的这个 讲的故事这一段录下来 这样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练习口语的方法 因为你通过 听自己的这个录音 知道自己的问题呢 也处在哪里 好的 嗯 那么今天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那希望大家呢 把十一课的内容 复习的基础上呢 把这个 Aceps' favor the ant and the dove 记下来 然后自己录音 看看自己讲的怎么样 好的 那么今天的课就先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咯 拜拜